在這新聞來看台南的消息 台南咖哩出現恐怖的尿痴啊 處 整頂的尿痴啊 他在三個半月 爬去擁汰加牌電線 甚至呢 早起到有處秘密記錄 這個在地人說 這是一個富人人的 是瘤龍尿 想不到 其實一頂尿痴啊 結果用尿痴以外 他說會去海中動物 無愛心 回去下去 真的是撞不住 連三個半月睡 都讓這個尿痴啊 怕到精神 他也說最多人待在地 冷靜的解冠 一天出的落下 幾乎吃尿痴啊 在吃尿痴了 到晚上就開始開Party 很臭 然後我們就想說什麼吃 然後一清清清 吸尿痴了 在裡面 尿痴啊跟他送去隔壁 不然睡都會讓他擦清醒 半夜下死了 而且還是整群的 就這樣在我們上面 這樣跑來跑去 騎隔壁破壞 電線去打斷 這些尿痴算不是自己走來 在吃到貓國了 所以他要吃到 裡面 所以有尿痴啊 他會進來 他明知道有尿痴啊 他也是繼續在吃 尿痴啊是坐到驚到人 出門頭上 就要刺在賣掉 就自己在行裡 放牠來頭尿痴 要求屋主依傳兵防治法 第二十五條規定限期改善 肉屋主借其會改善 將依同法第七十條儲心臺幣 三千元以上至一萬五千元以上 出動空胎機 針對他的屋頂及陽臺 如果發現有環境障礙的情況 將依法告發 現在台人也出現 嫁別的人就要撞不掉 更希望相關黨委 趕出面開割